这什么鬼天气,热死了,前面那好像是班长和老师,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抓鱼,你们在这吹风扇。 你懂什么?这叫享受生活? 享受生活是吧,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,我现在先开车走。 班长已经愉快地回家了,前面这是一个陷阱,要是不及时下车的话就会掉进去。 我的命是在海里面,下面有个开关,可以把这关上,这样都不会被憋死了。 我现在这玩意会迷你世界。 这小子是不是皮痒了?我就吃个烤肠,就把我给炸了,开车去追他。 不完了,该走了,角落里这个加速方块不能进,因为下面有我放的太阳花,这门里面都是陷阱,荧光块下面是岩浆,旁边还有我提前留好的密道,不过这里面也不能直接走,现在去我真正的密室里。 这里面虽然是个大嘴花,但吃个缩小年糕可以从他头上跳过去,再喝凭养奶恢复真身,现在就可以在这玩迷你世界了。 水底下好像有一片阴影,我觉得那应该是小子的密室,不管了,直接前过去。 墙上有个开关,应该是密室开关。 咦,怎么没用?这开关不会是坏了吧?那这也难不倒我。 我挖一个地道过去,果然有个密室,看来他小子真的在这。 角落里有加速方块,我先下去看看。 这里面有大嘴花,肯定不能进,那就只剩这一个门了。 等等,脚下的荧光方块,一看就是假的。 就这种小东西,还想拦住我。 这里有个密道,从这里走。 没想到两边都有陷阱,把中间挖了直接过去,我就不信这样还能中陷阱。 什么意思,让我别碰开关。 该走了,班长马上就过来了,前面那有个火箭筒,等班长来了我就启动开关。 现在在压力板前面玩会儿游戏。 难道这大嘴花后面有什么密室吗? 看来小子果然在这儿。 哟,还玩游戏呢? 班长,你来得好巧啊。 那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 班长这个家伙果然中计了,门后面也是我的密室,先从沙发下来,再把脚下的这两个方块挖了,这样他就会直接掉陷阱里了。 我先在这里玩会迷你世界。 没想到这小子在这提前埋伏好了,看来以后要小心一点了。 这里面有个沙发,我觉得他小子就在里面了。 这小子在里面? 我说,我很有趣的字幕可不绝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